如果你需要一款适配复杂桌面环境 结构不打架 快充不凑合 同时预算又不高 那么这款T6是一个可以闭眼冲的选择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这个绿年的T6延长线排插 咱们的测试视频在咱们主页 还没有看的朋友们可以在咱们主页去看一下 我把视频的链接放在屏幕上面 有需要的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啊 咱们这一次视频就是把这个插板全部拆开 让大家看看内部的做工和用料的情况 喜欢咱们这种硬核车材视频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这个非常有特色的T6延长线排插 内部的做工和用料怎么样 我们拭目以待啊 首先我们从后面开始拆 螺丝是隐藏在这四个脚垫底下 六角梅花螺丝 这种螺丝就是防止大家随便把它打开的 因为这个东西有触电的风险 螺丝卸掉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盖子 把它慢慢的把它撬开 专业操作请大家不要模仿啊 撬开底部的盖子 我们可以看到内部的勾照了啊 这部分就是五位插孔部分 内部的铜牌做工很扎实的 这部分就是适配器部分 像这种排插类 特别是带适配器的这种产品啊 很多老铁都不知道怎么去看一个产品的好坏 我现在就是以一种专业车材博主的眼光 带你们来审视一下这一款产品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后壳上面有这么多孔位 后盖盖上去的时候 这些孔位全部都对应着这些五孔插角的位置 这就是绝缘槽 排插设计必须有的 这个绝缘槽如果设置的太薄的话 灵活线发生短路的时候 很容易的就把它击穿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绝缘槽的厚度 1.2毫米 灵活线的铜牌直接连接在适配器的PCP上面 为这个适配器进行供电 交流线的导线我们把它剪掉 这个铜牌就直接焊接在这个开关上面 这是内部所有的铜牌啊 每一根铜牌上面都有绿连的标识 每一根铜牌的厚度都是0.5毫米 这种过大电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正规产品的做工就是很扎实 这上面这个开关就是过载开关啊 超过额定的功率 它就会自动的断开 这是内部的六个五孔插角的模块 全部都是单独设计 每一个五孔插角内部都设置了这种安全门 这种设计是必须的防粗电用的 整个壳体的做工都是非常的扎实可靠 主壳体内部有五个支撑柱 每个支撑柱旁边都有加强金 主壳体厚度达到2.1毫米 高压部分跟适配器部分都有隔离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隔离片 这个隔离片是用于适配器的刺激输出 与高压部分的隔离 这里还设置了一个卡扣的位置 用来固定住这个过载开关 不让它在里面乱动 主盖壳体上面的PC主燃材料标识 底盖上面的PC主燃材料的标识 包括无控插角模块 上面一样的有PC主燃材料的标识 这一根三层一平方的交流线来 内部的铜丝 都是子铜的纯铜铜丝 做工非常的不错 这个就是咱们拆下来的 这个T6排X内部的适配器板子 给大家展示一下T6排X内部的用料 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 它的电路和元器件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款绿联T6桌面排X 整体做工就是扎实 它的主壳体采用了厚度2毫米的主燃材PC材料 不仅坚固有韧性 整个结构在安全性和耐用性上打得非常的稳 插座部分采用了全模组化的结构设计 内部走线清晰规整 主供电通路则使用了4根一体成型的压住铜牌 提升了导电效率 也从根本上降低了因接触不良导致的发热的风险 最关键的过载保护开关 选用的是来自浙江中最电器出品的KE系列 过载保护开关 这家企业成立于1994年 是国内最早一批专注于过载短路保护器件的制造商 产品管方用于工业插座和高端排X 绿联这次选用它来做保护 显然是奔着稳定耐用去的 至于这个类质的电源适配器 它的做工同样延续了绿联一贯的风格 规整可靠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重点内容 一起深入看看这套电源电路内部 究竟用了哪些核心元器件 别急 马上揭晓 首先是夜卖电路与主电源电路 一颗曼容保险丝 规格是2i250V 来自深圳梁胜电子 这家公司2003年成立 是一家专业做保护器件的公司 NTC热命电阻用于愣有一致 也延长后级器件的寿命 整流桥采用的是重庆平尾电子的ABSR20M 规格为两岸1000V 平尾电子1994年成立 是一家专注功率器件的老白企业 整流后的高压直流进入滤波部分 使用的是香港东家电子的KRMC电解电容 规格为15违法加10违法 耐压值都是400V 东家电子1998年成立 总部位于香港 是国内较早布局铝电解电容与固带电容的厂家 配合一颗公制插谋电感 组成滤波网络 削减高频干扰 主电源部分 电源主控芯片使用的是 深圳BEV电子的KP2208 BEV成立于2016年 是一家专注于电源管理与快充芯片的国产厂商 拥有多款KR与同步整流控制芯片 这是一颗类自高压功率 MOS管的高频KR模式反击电源控制器 支持高效轻载调制和刺激反馈 主控芯片的启动与工作电压 是通过一颗来自深圳新中原电子的 10微法50伏的电解电容完成滤波的 新中原2007年成立 专注于中小体积铝电解与高频电容 这个则是充电器的主变压器 外部套有黄色的赖高温胶带缠绕进行保护 再来看看隔离整流与协议输出部分 先来看看隔离反馈部分 它采用了台湾易光电子出品的一颗经典光偶 型号为EL1018 这颗光偶广泛应用在AC-DC的反击电源反馈回路 易光电子1983年成立 是全球知名的光电器件制造商 陶瓷安规Y电容 型号为Y1471M 470皮法 耐压400V 来自四川特瑞翔科技 这家公司2014年成立 专注于高压瓷片 电容类 安规类器件 同步整流输出部分 也是采用的BEV的器件 型号为KP40661BSG 同步整流控制器 这是一款适用于高频反击托普的同步整流芯片 类置功率模式 在提升 转换效率 降低待机光耗方面 表现优异 输出滤波用的是一颗固态电容 规格为470V法 16V 依旧是香港东家电子的产品 用以增强高频滤波能力 尤其适合多快充协议场景 最后是输出部分的协议控制器 型号为HYC5322A 来自深圳华元智信电子 这家公司2018年成立 专注于电源及快充协议芯片的研发 近年来在20W 33W 65W级别电源领域迅速崛起 这个芯片用在这里 控制EC3A四个输出口 整体输出功率最高设定在20W 四倍器的C口为不锡磁的不锈钢材料 三个A口用的是不锡磁的同质材料 充电口内部的做工细节都是非常好的 整体来看绿连T6这款桌面排查 设计确实是有点东西的 T型结构搭配六个五孔插座 实实在在解决了大块头充电器 插不下互相打架的老问题 尤其是你桌面设备一多的时候 这种结构带来的便利体验非常的直观 在结构用料上也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两毫米的主燃PC壳 一体压住铜牌 模组化的插孔 知名品牌的过载开关 可以说每一个关键部位都没有放水 做到了扎实 耐用整体的安全性也是值得信赖的 但是回到电源适配器本体上 尽管大部分的元器件来自 B1V 东家 花园智信等国产优质厂商 但是还有几处可以提升的空间 EMI部分没有配置功膜电感 这在抗干扰方面还是略显克制 所使用的NTC热敏电阻也没有查到厂家 从做工来看应该属于基础款 略显保守 不过话说回来 这款产品的售价本身也很克制 在不到50元的价位段 能给出这样一个结构合理 接口丰富 快充实用的桌面插座 6年T6确实体现出了性价比与设计感的平衡吧 所以总结一句话 如果你需要一款适配复杂桌面环境 结构不打架 快充不凑合 同时预算又不高 那么这款T6是一个可以闭眼冲的选择 测是为了了解 拆是为了真相 认真测拆客观输出 我是李火测拆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门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